我们前面讲了神话 从远古 中古 近古 这些都是跟人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近代呢 包括现代呢 再谈这些叫什么历史 其实历史就是由神话来的 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口传相受 包括文献记载 不光是历史 我们说神话在当时有没有地理 离不离得开生物 那都是死物 他没有生物 这个故事怎么一样 也没有意思 自欺沉沉 人法地 他们都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下 成长 一些故事 这些 全部 都是互相结合的 我们只不过单独摘出来 就是如果它发生在水里呢 就没有这种事 如果只有天空 那也没有它们 就反正就是全部都是将结合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渐渐地把它都分科细化 分科之学 历史地理生物 什么数学语文英语 那有没有 以前全都有 那最早的我们就把它象征为 所谓神话 都在融入在一起了 还有其他的 什么政治啊 什么这个这个 甚至是德智体美老 全面发展 那我们顺下来 就是 一顺而过 地理 我们也单独讲了 天文地理 只不过现在天文没有这样的课 我们很少就能有机会这样学了 只能是通过课外 真正你上学的那些有用吗 考试不考 是吧 就不学 你考试不考吗 书上没写吗 那你就 我就认为这个不对吗 没有吗 我在这个里面 这这些就 就就有这些 是吧 你其他的就没有 不存在 不对 考试不考 那学历史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讲 起因经过结果 最后落在这个结果 时间 地点 人物 起因经过结果 学的干什么 这个结果 能延续多久 我们 学历史 考试的时候 这个要考 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影响是什么 是长远的 是真正最重要 那如果不然呢 首先第一 历史 都是鬼故事 打的过去的人 过去的事 死了吗 替他们干什么 第二 历史 真的是历史吗 我们说正史 那有正史 就有也史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你知道吗 在当时 这种环境下 它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理解吗 如果又放在纵观千年 纵观长远 甚至更久 好的事情 好的人会变坏 不会乱反正 坏的人会变好 所以说 一个王朝的更替 他 写前代史 他能说前面的人好吗 让你当历史官 你敢写吗 你偷偷的记下来 也是 还有很多诗传 所以说历史是历史 第三 三国重要 三国志重要 还是三国演义重要 我们为什么都喜欢 看三国演义 因为学的是他的精神